小俩口互相看看,微微一笑,举步上楼。 是才探头的道人缩了回去,视力在主作另一位道人身边,看似徒弟。 整个环境看上去像是一个帮会要地,而此时他们恰好在开会,小俩口恰在这个时间直入虎学来了。 吓迟迟也不免好笑的眨巴眨巴眼睛,这运气真是绝了,只是猜测这几间东西颇多的杂货店是属于玉昆邦的产业,结果随便挑一间走进来,就是人家玉昆邦总部,还恰好是人家正在开会的时候。 那天灵子也不用费心去找了,主作上的这个道人八成就是。 以前怎么没发现自己有这种狗运,是不是和咱家老赵待在一起的缘故啊,这货的气运历来不一般。 小俩口也属意高人胆大,神色不变地抱全形了个江湖礼节,打扰诸位了。 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主作上的道人摇摇头,二位若只不过买葫芦的,哪有什么是不是时候可言,什么时候不能做买卖。 若是有事找我们玉昆邦嘛,不妨直接说。 夏迟迟道,阁下就是天灵子道长。 不错,天灵子道,频道打开门做生意,倒也没什么不可告人。 夏迟迟笑道,看来阁下比那些遮遮掩掩的有意思些。 天灵子道,比如阁下。 夏迟迟,你就不会顺着说比如毒蜘蛛吗?会不会聊天? 不过话说回来,别人对他们有戒心,那是非常正常的。 赵长河便很快接过了话头给老婆晚尊,我们就是来买葫芦的,听刚才这位道长的说法,贵帮有我们需要的葫芦。 轻便不坏,刀剑不伤,也不会轻易就时显旧,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葫芦,是曾经偷入某个秘境里获取的,属上谷之物。 天灵子道,虽是实用价值一般,但凡上谷之物都是值钱的,你们能出怎样的价格? 道长不妨开个价,看看我们是否买得起。 天灵子笑了起来,原本可以一价,但自从你们漏了捉蜘蛛这种话,那价格可就变了。 所以小姑娘,以后不要随便透底价。 夏迟迟也笑了起来,在这儿与我诈没人有真话的城市里,这道长的表现还真有点清流的意思了,虽然有可能只是个人设,也让人舒服不少。 她说,蜘蛛当然不是为了买个葫芦而透底,那是为了老公啊,老公要找到门,不甩炸弹怎么见面,总不能又旁敲侧击五六天嘛。 夏迟迟悠悠道,我也没透什么底价,只是直接送到长一个消息。 不过这里人多口杂的,我不想说。 天灵子淡淡道,防人之心不可无,二位尚未达到让频道私下见面的信任度。 赵长河笑道,我和贵邦某人是朋友,这个够不。 天灵子奇道,谁? 他姓记,赵长河道,如果他在的话,让他和我私下见个面也是可以的。 天灵子正了正,哑然失笑,原来如此,阁下是冲着道门来的,但不管赵长河道没太意外,笑道,但阁下与道门至少能沟通。 这倒是的,阁下有事需要频道转达。 不错,凡请告知,赵长河拜会道圣。 听钟呼的静了一下,继而集体动容,四语声大起。 乾隆第一赵长河。 早看这四倍刀带八威武雄状的模样很像传闻中的赵长河, 只不过这些日子以来,模仿者是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好确定。 结果真是,他也真敢随意这泄露真名。 没有人怀疑是假货,因为他要见盗圣,被盗圣是出假货,那可死的难看,只有可能是真的。 人的名,树的影,要是个一般人随便暴露身份,只会被人认为傻逼, 可如果这个人是赵长河,人们心中的反应是,果然英雄无味。 这祸的名动天下真不是说说而已,一年之内,从没学过武功的白丁变成乾隆第一, 这种恐怖的乾隆不知道是否后无来者,反正绝对是乾无古人。 何况乾隆第一其实就是准人榜,除非意外横死,否则历代就没有过乾隆第一上不了人榜的乾隆, 当初月红灵第二的时候,走到哪都被人视为宁家,如今赵长河亦然,其名望只会更高。 因为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草原格局,深入敌后,纵横千里,百战工程, 至今湖人南北分裂,内斗不休,至少保中原几年之安。 这种荡气回肠的壮举,与一般的江湖争斗高低相比,真的不在一个维度上, 便是恶人也不得不竖个大拇指,当日昆仑里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饮酒叹息, 说一声必是久矣,不意是间进出如此人物。 连带着本来狠土的嗜血修罗名号都变得煞气冲销起来, 真正的人带火了外号。 天知道这次暴露身份还另有想法,道门有渊源,不怕漏身份, 然后你们既然都觉得赵长河这么豪气甘云, 那就不会有人想到我会伴王道众了吧, 到时候脸一抹,赵长河直接失踪了,谁也找不到。 不过前提还是要把储物界搞定,把龙雀藏进去, 否则别人一对上,还是太容易露现。 天灵子极为慎重,原来是赵少侠当面, 那这位姑娘莫非就是落日神剑? 下迟迟一下就垮了脸,神色不善,我不穿红, 一天天地跟想嫁人,想疯了似的,土不拉几的。 赵长河 下迟迟哪想得到,远在某处观望的朱雀无端端重见中德筛子一样, 牙都磨碎了。 天灵子失笑道,是贫道失言。 嗯,你们退下,既是赵少侠当面,那就不是来行刺的。 下蜀们居然都很认同,纷纷起身行李退下, 颇有些人路过赵长河身边,还看个没完, 如花似玉的夏迟迟都没人看了,跟一群追星族似的。 无论善恶,舞者崇没好汉的风气,可见一般。 其实赵长河觉得自己很多战绩都是行刺, 天灵子又吩咐徒弟去通知道门,才笑道, 赵少侠要找道门,频道已经让猎徒去报信了。 那现在谈谈我们自己的生意, 姑娘说的蜘蛛是何意,现在总可以告知了吧。 下迟迟到,你和独蜘蛛有仇。 天灵子笑道,我们近期和金钱帮有冲突, 是才开会,就是在讨论近处的其他帮会态度。 独蜘蛛正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势力之一, 正不知其倾向,所以姑娘这两个字一提,会都不开了。 那么我要送你的消息就是,他想杀你。 吓迟迟笑道,这个消息换个葫芦,可行。 天灵子摇了摇头,单论一个葫芦, 送二位也没什么不可以,本不值得讨价还价。 但这消息不是儿戏,姑娘何以为正? 本来以为这有点邪性的姑娘会来一句信就信,不信拉倒, 结果夏迟迟居然还认真了起来, 你们和金钱帮怎么个冲突的。 天灵子道,明日午时,我们和金钱帮会白酒谈判。 众所周知,艳无好艳, 我们必须把方方面面考虑齐全。 夏迟迟变笑,那就简单。 明日如果我帮你挡下毒蜘蛛, 你把葫芦给我。 如果能合作杀了它, 你把葫芦所在的秘境告诉我。 天灵子实在不可思议, 区区一葫芦真没什么价值, 姑娘如此纠结于此, 实在让频道想不明白。 很难理解吗? 夏迟迟微微一笑, 江湖上有些人呢, 请他喝口酒, 他说不定都会帮你杀个人。 每个人心中的价值不同, 无非如此。 葫芦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可工赏丸的真丸, 但对我来说, 那是独一无二的纪念。 赵长河一直没说话, 本来也觉得迟迟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 但想着他已经和毒蜘蛛结仇, 和天灵子合作一起斩草除根也不失为好主意, 便也没说什么。 或者, 迟迟更在意的是葫芦背后可能存在的秘境, 却不料得到的是这样的答案。 转头看着迟迟的侧脸, 那笑容在别人眼中或许邪性, 在赵长河眼里却美得一如昆仑之欲, 如此纯净。